假计休假之后,久违地回到打从近东京都之后,就没再回去过的千叶县老家,结果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可怕回忆。 但是呢,虽然是关于鬼怪的事情,但没有什么锚点。 我带着老婆和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在中午前抵达老家,然后是当天午餐时发生的事情。 我妈叮嘱女儿,说在黄昏前就要回来家中,尤其要是有听到奇怪的声响,就要马上回来。 听到妈那样讲,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听过双亲还有邻居们讲过相同的话。 儿童时代,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们,都乖巧地遵守大人们的告诫。 我也有着听到那个奇怪声响的印象。 如今回想起来,明明不是终生或是地区内的广播,却要在听到声音后就回家,这点明显很奇怪。 虽然说当年理所当然的,有听过这么做的原因,但是由于记忆内容过于平常,完全想不起来了。 所以我试着询问了妈妈,然后妈她露出有些惊讶的表情,开始跟我讲述。 虽然并没有特别敬畏或是做祭祀,附近这一带有一个自古就存在的蜘蛛的神明大人。 据说这位神明在白天的时候不会做坏事,但是等到日落之后就换了面貌,有时候会把在户外走动的小孩子抓走。 那位蜘蛛神明大人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当你听见那声响的时候,代表他已经来到附近了。 所以,大人们才会叫小孩们在被抓走前赶紧回家。 按照正常思维,这大概就是一种让小孩子们在天黑前回到家的告诫手段吧。 在旁边一块听着的老婆可能也是做如是想,她一边笑着,一边吩咐着女儿。 天黑的时候,妖怪就会出现,要早点回来哦。 不过呢,我的观点不同,因为还是儿童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曾经实际听过那个声响,要用言语比喻的话相当困难。 若是以你声语呈现的话,大概就类似有人在那边喃喃低语,然后再把那声音分割得断断续续,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吧。 只是啊,就算做到那样,也还是会感觉到有所差异。 就算我亲身听过,也没有更好的形容,只能说那是种奇怪的声音。 然后,一回想起那是种诡异道能使人乖乖听从告诫的玩意,身躯就不由地颤抖起来。 我有时也会思索着,就算说那是关于生活日常的记忆,明明我也喜爱着超自然相关的事物。 为什么多年以来会把那种事情给忘记掉呢? 虽说如此,不光是我小时候,一直到眼前当下位置,我都没听说过这一带地区发生过小孩子失踪的事件。 跟爸妈确认之后,至少在可知的范围内,他们也说没发生过那种事件。 首先,虽然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山地及农田,以规模而言,本地姑且能算是个市。 既然是市区,在日落之后,即使在郊区也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在外走动。 那些人里面自然也有小孩子,然而什么事情都莫发生。 我对于孩童时的记忆也不是很有印象,多半是因为喜爱超自然的大脑把什么事物连接在一块了吧。 那果然只是为了告诫小孩子才编造的故事吧。 我得出了那样的结论,然后把还幼小的儿子交给爸妈及老婆看顾之后,下午就带着女儿出门到附近区域走走。 可能是因为平常都只看到街道,山地和农田相对的很罕见吧。 女儿看起来相当高兴。 我们父女俩一起捕抓小龙虾还有昆虫,在水浅的饮水道里面走动。 我想,女孩子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应该也同样感觉相当快乐吧。 我自己也是尽兴游玩到忘记了时间,直到手机接到了老婆的讯息。 内容通知,说该回家吃晚餐了。 看了眼手表,当时已经超过下午五点半了。 由于这个时节,太阳下沉比较慢,我不禁对已经到这个时间而感到惊讶。 然后,当我对牵着手的女儿讲差不多该回家啰的时候,女儿的小脸稍微皱起,并且这么说道。 爸爸,我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听他那魔忆说,我的鸡皮疙瘩瞬间都站起来了。 然后内心开始一片紊乱。 现在天明明还是亮的,那不是编造的故事吗? 难道我的记忆有哪边不对吗? 我思索住这些事,不过那些想法都只是一瞬间。 我立刻把女儿背起,然后尽可能地拔腿狂奔。 很神奇的是,我当时还能冷静地想住住一别摔倒, 记得带上女儿,她拿双凉鞋这些琐事。 然后呢,在背上的女儿不光说了还能听到奇怪的声响, 还说了那声音跟过来了之类的话语。 然而我的耳边完全莫听见那众声音, 那点让我更加害怕到不行。 过了一段时间后,当背负住女儿跑了相当一段路程的我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冲进老家的时候, 爸妈和老婆都一脸惊讶。 当身体倒卧在玄关处的时候, 我心想自己一直都认为自己上了年纪, 结果一旦拼命起来, 身体的行动能力还是蛮厉害的吗? 在喝过水, 喘了口气之后, 我向爸妈他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 然而他们的反应让人沮丧。 爸妈只说既然一听到声音就跑回来,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而老婆也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只是笑着。 虽然跟爸妈寻求一个解释, 但是他们也只晓得午餐时说的那些事, 以及最近莫遇到有谁说听到那声音的。 即便问了身为当世人的女儿, 虽然承认却实听到了声响, 但是她看起来也是一脸若无其事, 并没有特别害怕。 看到所有家人们的反应, 总感觉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拼死拼活, 有点羞耻。 冷静下来一思考, 我应该是因为听到女儿说听到了声响, 就把那话语跟以前的记忆做出连结, 结果喜爱超自然事物的自己, 才会贸然做出了错误的决断。 即使是女儿的证词, 终究不过是小孩子的言语, 那应该只是她把某种声音 跟从祖母那听来的故事连结到一块, 如此而已吧。 于是我遭遇的事件就那样到此结束, 之后就跟小孩们一起洗澡, 然后就是吃晚餐, 二十二点的时候上床睡觉。 当天深夜, 我忽然醒了过来, 虽然没看时钟, 不过由于天色还没亮, 所以时间肯定还是半夜。 心里虽然想着继续睡, 然而总感觉辗转难眠, 于是我就从二楼走到位在一楼的厨房。 正当喝着卖茶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记得应该是诗匠系列的文章吧。 某篇里面好像有提到, 半夜忽然醒来是因为有人来到门外之类的, 会不会真的有人在那边? 我便想着, 再回二楼的中途, 透过大门的猫眼查看外面, 不过当然一个人都没看见, 一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苦笑, 我一边走到了门外, 想说吹个晚风, 室外比想象中还要凉爽, 虽然还是一片漆黑的夜色, 还是能听见缠鸣声以及远方传来的哇叫声。 正当我一面想着, 这种时间缠也会叫吗? 一面把头转向鸣叫声传来的方向的时候, 那个方向是往山区的道路, 稍微往前走, 就是个T字形路口, 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在那边。 透过T字路口微弱的路灯照明, 可以看到对方是一位穿着黑色和服的长发女性, 以及一群一样穿着黑色和服的小孩子。 虽然没有确实地去数小孩的人数, 当下感觉应该超过十人。 当我身体僵在原地不能动弹的时候, 我听见儿童时代听过的那个怪异声响, 夹杂在缠鸣与哇叫声之间。 当时明明身上狂冒着冷汗, 恐惧到了极点, 但不知为什么身体无法动弹, 无法出声, 更是无法把视线自长发女性她们身上移开。 那位女性是什么? 在这种三更半夜带着一群小孩, 在那里做什么? 从根本上来讲, 她们是人吗? 为什么现在会听到这个声响? 各种想法盘旋在我的脑海, 然后我响起女儿说的那句话, 声音跟过来了。 难道说那位女性就是蜘蛛神明大人吗? 我被她跟随到住家来了吗? 为什么? 虽然说喜爱超自然, 但是我并不是诚心相信灵体或是神明大人存在的人, 此时脑袋中不禁浮现出各种怪谈故事里面的悲惨结局, 我多半就要死在这里了吧? 还是说会被对方依附上身体, 在充分感受痛苦之后死去呢? 我的小孩们, 老婆还是双亲她们, 应该不会受到牵连吧? 不过, 即使已经在思考那些事情, 我还是无法做好觉悟。 而女性, 她们整群人就这样当着正畏惧着的我的面前, 无声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我僵硬的身体也回归自己的控制, 我当场就瘫坐在地上, 而那怪异的声响也消失无踪了。 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四天前的夜晚, 如今只觉得就是场梦。 那天早上, 我虽然讲给双亲还有老婆听, 但是双亲只是笑着说我在胡言乱语。 而老婆由于加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开始忧虑我是不是精神状况出现了异常。 我既没有确实拿得出的证据, 在询问双亲和临近的长辈们之后, 她们之中也没有任何人看过蜘蛛神明大人的模样。 虽然现在还待在老家, 但是除了第一天之外, 女儿也没再讲过听到声音的事情。 后来我半夜, 出门查看, 也没再见到长发女性她们的踪影。 事件之后, 既没有遇到神怪作祟一类的事情, 在老家也过着极为平静的假期生活。 一切就是这样, 虽然我个人超级的恐惧, 但是既不晓得女性那群人的真实身份, 也没有确实的锚点。 不过呢, 虽然那一切也许就只是一场梦,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那种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